二十四申報 前警司王冠豪終結敗訴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4申報信 增擔任灣仔分區指揮官 一度被譽為警隊明日之聲的前警司王冠豪52歲 四年前處理一家餐廳的酒牌申請 接受餐廳給予4500元用餐折扣及一支威士忌作規證 事後沒有向上級申報利益 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判監一年 經上訴後獲減刑半年 以復不刑其獲釋的王冠豪 依然不復定罪 昨日自行研拼大狀 前往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讓他退翻定罪 法官開庭二十多分鐘 不消半句終職迅速將申請撥回 王冠豪昨日常午親自到庭旁聽 刪停後回應記者提問 承認已被停職 對終結敗訴 王坦然感到十分失望 稍後會跟律師相以下一步行動 至於無法犯案打申定罪 會否令他失去嘗諷等 王子答稱不知道 法官指不屬重大爭議 上訴方作在庭上指出 原審裁判官錯誤地把寫有囚請 王師犯認的單據納入裁決考慮 首寫單據屬於全民證供 在原審時程同事法律錯誤 希望中院法官基於公眾利益 批准王上訴 中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卻反指者論點並不重要 不屬於重大法律爭議問題 王冠豪於2013年因為貪小便而 接受雙屬食事的折扣及貴贈的威士忌 而野常官司 今年三月王增經透過代表律師 向高院法官申請讓他上訴至終審庭 但遭到高院拒絕 法官同意及他減刑不判 但就維持定罪裁決 法官當時已指出 辯方提出的理據毫無合理抗辯之處 即使接納首寫單據程堂 影響亦只限於判刑方面 而非定罪的裁決 加上王提出的理據是既定事實 而非法律觀點 因此拒絕向王批出上訴到中院的許可證明書 隨時大form您看簽決定 ja以上稍後進店�的廣告